台南有民众日前去逛花园夜市 结果发现有一个年纪大约10岁的女童 坐在垃圾桶旁边卖零食 当时这个民众就拍下照片 PO上脸书 热心号召大家赶快去买 但现在有其他网友跳出来说 小女孩的爸妈是利用孩子赚钱 要大家不用滥用爱心 其实华尔新闻去年 就独家报道过这个卖饼干的小女孩 当时妈妈就在旁边划手机 没想到事情过了一年多 竟然还在持续 一个小妹妹拿着饼干10块钱的纸板 坐在垃圾桶旁叫卖 这个地点就在台南花园夜市 热闹的夜市里年约10岁的女孩 在公厕旁卖饼干 被民众发现拍照PO网 要大家用新台币让妹妹提早回家 不过却有不少网友跳出来说 在其他夜市也看过 女孩的妈妈还会出来补货 根本是利用孩子赚钱 要大家不要滥用爱心 其实华时新闻在2019年时就曾经报道过 当时小女孩还带着一个妹妹 说卖饼干是为了要筹学费 而那个时候姐妹俩是出现在大冬夜市 直击的民众还发现妈妈就在一旁滑手机 你让她在这边把你坐在那边 谁都看不过去 我跟你讲 我觉得你不了解 什么不了解 什么叫做不了解 妈妈回答的理所当然 当时社会局表示 因为父母陪在现场没有违反儿授法 然而事隔一年后 小女孩仍旧在深夜卖饼干 难道社会局没办法管理吗 同样也因为没有触犯而受法 社会局只能多加关心并劝导 希望女孩的父母 别再让孩子出来卖饼干了 华时新闻 刘海山秋军平荣浩北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